欢迎大家搭乘微软技术捷运生产力列车 我们这系列的影片的目的 是让企业的资讯人员能够了解Office36是什么 如何应用以及规划导入注意事项 一手掌握企业最佳生产力平台 我是台湾微软技术专家Jaso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热线你和我新一代的云端是交换机系统 今天的简报内容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交换机的现况跟挑战 以及我软这边建议大家 如何去规划新一代的交换机系统 让整个企业的管理 整个企业的使用者的员工 感觉到更方便更灵活 最后也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给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线框跟挑战 首先其实大家有用过交换机所提供的分机 画机等系统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所使用的交换机的系统 可不可以做到转接的共振的功能 甚至是如果我今天不在位置上 我可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分机的来电 转到我的手机上面的APP 或者是我有没有更方便的情况 可以透过电脑上面的软体来接到这个来电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既有交换机上面 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甚至是如果有一些新一代的交换机 可以提供让我们的手机的APP 可以装了这些的VoIP的软体 可是呢又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做VoIP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语音的编码 所使用的编码的解决方案呢 是否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无线网络 4G的网络 而且在我们的安全性上呢 是不是有做好相关的加密 以及身份账号密码的验证等机制 其实这会让我们在评估 接下来的交换机系统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需要做考量的地方 接下来呢 其实大家有用过相关既有的交换机的分机系统的时候 你其实都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操作不太方便 或者是操作真的不方便 首先你可以看到简报上面的画面 有一些很特殊的迷警77迷警66 这些的操作大家还记得这是什么吗 其实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功能键的组合 可能是在设定所谓刚刚上一页简报所提到的 转接或者是无条件印打 或者是共振的功能 可是你记得吗 其实你应该不记得 因为你只有在第一天收到电话机的操作系统手册 你设定完之后 接下来你就已经忘记该怎么把它取消 或者是重新设定了 所以它的操作界面很复杂 或者是已经被这个电话按键上面的12个按键所框住了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子比较复杂 比较不方便的操作行为来设定相关的转接 共振无条件印打等功能 最后其实这个是一个管理人员的痛 因为传统的交换机 每一家厂商所提供的管理界面不同 所需要的硬体的设备也不同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做所谓的管理维运的时候 都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每一套系统 每一个版本 每一个界面 完全都是不同 而且陌生的 所以对相关管理的人员来讲 大多数的处理方式 都是委托外部的专业的partner 来进行维护管理 甚至是升级规划等工作 所以如果这个工作 我们要收回我们的IT人员 要来做自我管理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应付 这些传统的交换机的系统 所以我们应该思考 该怎么样用最简单 最方便 最直觉 更安全的管理的界面 解决方案 来达到相同的交换机所提供的功能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论述就是 在微软的Office 365里面 除了Sky for Business以外 Teams也可以提供 所谓的交换机的功能 成如简报上面的内容 您可以看到 Office 365 其实提供了 Teams可以让你 做群组的IM 做专案的协同合作 做线上会议等功能之外 如果再搭配所谓的Phone System 电话系统 其实它就可以让企业具备 有交换机的功能 接下来呢 再搭配所谓的直接路由的机制 就可以让企业选择 受过认证过的SBC设备 跟既有的电信网络 做借接 所以它就是一个云端 交换机的解决方案 那在左边这边 可以看到有一个 Microsoft的CoringPlan 那这个机制主要 只可以在欧美的部分国家 贩售 所以在台湾 其实是没办法使用的 接下来的议题 我们会多一点时间 跟重点放在 直接路由的说明跟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一个是直接路由的 一个高阶的架构图 最右边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Office 365的 Teams的高阶的示意 中间我们刚刚提过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跟重要的元件 因为以往在做 所谓的借接的时候呢 都需要有 Sky for Business的 普及区 或者是所谓的 CC的必要元件 再经过所谓的 SBC的元件 才能跟最左边的 电信交换网路 去做转接 接下来我们 如果使用 Teams的服务 启用了 Phone System的授权 再结合了所谓 我们刚刚提到 直接路由的机制 采用了认证过的 SBC的设备的话 您就可以拿到 把相关的交换机的系统 由这个系统去取代掉 而且电信公司所提供的 Sip Trunk 或者是E1的界面 也可以顺利的 接接到 所谓的认证的SBC 甚至是如果你还有 既有的交换机 又要去做介接 或者是call center 甚至是类比的话 就要去做介接的话 由相关的SBC 或者是透过 既有的交换机 的既有的界面 我们也可以 把它去做一个整合 整合完毕之后呢 等待若干年 或若干月 你觉得系统都稳定之后 就可以把既有的交换机 整个取代掉 所以呢 如果这样的系统 接接起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以往可能有些企业 已经做好 所谓的Sky for Business的Pool 或者是Link Pool 在企业家之间的去使用了 所以在这个示意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高阶的情境就是 最左边下方的Link Pool 或者Sky for Business Pool 其实要跟所谓的电信公司 所提供的PSTN的 电信网路交换的话 中间还是要透过一个 所谓的认证过的SBC的系统 才能去做所谓的 跟语音上下车的机制 当今天Teams的服务 启用了Phone System的授权之后 它具备云端交换机了 其实企业可以reuse 这一台SBC的设备 所以企业的投资不会浪费 而是充分的reuse这个设备 等到它借接起来 使用者也用Teams 可以顺利的拨打电话 接电话之后 我们可以思考 把地端的使用者 移到云端去使用Teams 最后就可以把地端的 Sky for Business Pool移除 全部交给云端的Teams 再加上Phone System的架构 完成云端交换机的 偷偷手入去 这样子对整个IT来讲 其实它就不用去管理 维护地端的Sky for Business 或是另一个的Pool 这样子使用者也可以充分使用到云端 所提供新一代更安全 更有效率 更容易连结的云端交换机的服务 接下来的这张示意图 其实是让大家更有感觉的 因为原则上 很多人不了解 怎么跟Teams的交换机的功能 去做整合 接接取代 所以我们也整理了一个示意图 让大家了解 既有的企业的交换机 跟电信网络架构 就成为这个简报上面 秀出来的 传统的电信公司提供了 E1、T1、ISDN或SIP trunk的线路 接下来会借接到中间所谓的交换机 接下来交换机会透过相关的配线盘 把相关的电话线拉到每个人的位置上 所以这样子就构成了一个 企业内部件交换机系统的一个高阶的示意图 如果这个设备已经非常的老旧 或者是相关的设备已经找不到备品 可以去做胎换维修 继续使用的话 接下来我们的Teams的服务 Teams的云端交换机的服务 该怎么介入呢 该怎么去做借接呢 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SBC摆在电信公司跟交换机的中间 所谓的这是一个upstream的借接的方式 所以当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呢 会有这一个所谓认证过的SBC做接手 如果这时候有语音总机 有相关的机制 就可以做一个应答 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一通来电 绕到Teams的云端交换机上面 Teams的使用者 他可以选择用Teams的client 来接到这个来电 也可以选择用它专属的IP phone画机来接通这个来电 甚至是如果需要保留既有的类比画机的话 也可以透过专属的ATA设备去把类比画机的线路 转成所谓的IP线路 这样子的话呢 你也可以短时间保留相关的类比画机 来做一个借接使用 等到这个系统大家都觉得稳定 也是用测试验证过没有大问题的话 那则一个黄到几日就可以把左边相关的交换机系统 还有相关的数位化机整个去做取代 所以企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将交换机系统 换成Teams所提供的云端式的交换机系统 而且在管理Teams的相关的界面也会非常的直觉跟简单 因为你只要会管理微软所提供的AD, Exchange,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你只要会开启网页做相关的设定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管理这一套云端的交换机的系统 原则上如果整合了相关的系统 其实我们提供的Teams的Client 你就会看到有类似的画面 原则上你可以看到功能面这边有一个通话的功能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新一代的通话面板会更直觉 会更美观更方便 不会像以往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到联络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到我最近想要联络的对象 其实在这新一代的UI的面板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更直觉更方便 那如果你要设定更进阶的功能的话 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用户端软体 电脑软体的方式去做呈现 所以你也不用去记很复杂 迷景77、迷景66的这样子特殊的设定 你只要进入设定画面 就可以进行相关的通话的设定 包含转接共振、代理、通话等等 甚至是语音信箱的整合 这样子的相关的交换机所提供的功能 其实在TEMS这边的云段交换器功能 都可以完全提供 甚至是最令人惊讶的、最令人兴奋的就是 我想要用手机上面的APP来做到这些事情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手机上面的APP 如果装好之后 你也可以看到有通话的功能 那通话功能呢 你在上面就可以点选联络人 进行通话 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通话记录、语音信箱 甚至是你想要自己回到传统的方式 按下数字拨号面板去拨好 甚至是做相关的设定的话 这边的功能是完全提供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最后我们这边也提供相关的一个经验 跟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透过微软的云段式的交换机呢 你企业当然可以透过微软所提供的 这样子的全球化优质的服务 避免被传统的交换机 跟传统所谓的硬体的设备所绑住 接下来呢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当我们的IT人员要来管这些很传统的交换机 以往都有门槛 都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窘境存在 如果透过微软的云端交换机的解决方案 其实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 简化你管理的 effort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管理好你的交换机 甚至员工离职报道移动 其实你也不用去设定另外一个交换机系统 因为它跟我们的Active Directory 结合得非常好 所以当员工的移动移职 跟所谓的报道这边都可以一气合成 最后就是微软在支援相关的云端交换机这边 是一个全球性的服务 所以它一定提供高可用度跟高运算的资源的支持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performance 它的单点脆弱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其实可以让企业更安心的去使用微软的云端交换机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云端交换机的功能 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 可以参考同影片中所提供的连结 想要索取今日的简报的观众 请在影片的下方的连结点选一下 你就可以进行下载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是Jason 我们生产力列车下一站见 拜拜